你不想說什麼? 不過說實在 我內心當中身處藏的最大最大一個問題 其實是我朋友跟我講 他說現在台灣有很多人開始出單曲 法拉利捷啊 勸勢喵喵啊 然後還有沈玉琳啊 然後還有像很多不一樣的人大家都做 那些歌都好多人點 可是真的 他們想要聽一首好歌的時候 卻越來越少聽到 於是他們就問我一件事情 他們說 現在台灣的歌手是不是越來越沒有實力 或反過頭來 是不是實力派的唱將越來越少 你說的那個問題啊 就是我覺得第一個點樂率 並不代表音樂好不好聽 我想對我們有共識對不對 大家有時候只是看個熱鬧看個話題 那他們也覺得說 我點樂率就不錯啊 那廣告商也願意出這個錢去換這個流量 那個是一回事 但是你說真的實力派唱將越來越少嗎 我覺得還有個問題是 能唱的人還是有 但是有能唱的不一定代表他有個性 這句話有點選 能唱的不代表有個性 可以再解釋一下 我覺得現在大家喜歡的是有個性的人 比方說你上一題有提到李英文 他個性就很明顯 他有一點土味跟一種帥 代表一種台客帥 但是新潮的 他就有個性 或者你說像田復蓁 他有一種文青的味道或屬於他自己的樣子 那也是一種個性 那能唱的人多嗎 當然很多啊 你看大陸那麼多選秀節目 哪一個不能唱都罵很能唱 但是唱出來每一個都跟別人差不多 那有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是 就是現在大家所想要的是個性是最重要的 個性會擺在唱功的前面 我懂 以前的實力派我們大家講的像趙川 因為他跟我長的都差不多就是 客氣了客氣了 大家都比較 大家都比較靠實力一點 可是現在我們大家在探討實力派唱將的時候 其實某一部分是被選秀節目給局限住了 大家開始去看的是一些鐵廢啊 或是去看一些唱功 但是其實我們忽視了以前 我們大家在追逐藝術 或是在追逐一個人的特性 一個人的個人性 他比較像是像那時候我們大家聽Vito 是大家也沒有表達人 可是其實他是有個性 他有一個味道 因為你像剛剛說趙川 他有一個 我很醜但是我很溫柔 就是他是一個長的也許沒有很出色 但是他是溫柔的漢子 他會照顧你的那個形象在那邊 但是現在的可能是因為 被唱片的企劃的部分的人才越來越少 還沒有那麼多具有創意的方向去做 那就變成歌手的個性越來越被消磨掉 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 歡迎點選畫面上方的影片 或是影片下方的連結唷 等等 為人wurf閒事 Collabor達 就擔心了 couch